这四大剑 表情四大剑 第一个是什么 微笑 第二个呢 笑哭 但是我真看到有长辈用他来表达悲伤 比如人家家里有难过的事了 他发这个过去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语境的问题 比如说一帮中老年朋友们 他们都共同认为这个是哭 那好在他们这帮人里面发就没有问题 也是 第三个 第三个他其实是害羞 第三个是害羞 对 他那个打字是害羞 不对吧 第三个是你傻呀 有一次我妈就是想给我发零花钱 她说这次给你发500怎么样 我就回了这三个这个表情 就是色手热心的表情 她说这么呆那就200 然后就剪了300 一个表情剪100 第四个 哈喽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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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 这不是要打招呼吗 再见吧友情 我说最近我的朋友怎么越来越少 这个是再见的意思 友情 拜拜 完了 录节目新加了好多人的微信 大家加完微信以后一定要相互打个招呼嘛 很多人都是哈喽 我就发这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哈喽 所以那些人再就不跟我联系了 我笑 我哭了 但也许他们跟我一样都觉得这是嗨呢 对 有研究表明这种微笑是人脸上的笑肌很僵硬不自然的运动的结果 那这样 今天晚上我给他们每个人挨个都发一个受宠若惊 不是 不是你挨个发一个你那个表情包 对我发一个 认识你这个好 相遇是缘分